我覺得它是一個上班族 然後今天你想要一款包包可以背很久 然後logo不要太大 不要太大 而且也有造型感 對 這一款包包就非常非常的適合 最經典 而且它的保值啊 在售市場價格都是蠻不錯的 BKC 你會推薦哪一顆 大家好 我是崔銘 我是你們最愛的Fashion Baby 我們又來囉 呦呼 沒錯 我們今天要推薦就是給大家的 新手入門這些品牌的精品包 第一顆應該要買哪一個 因為包包大同小異 那我主要推薦的是 盡量針對它的不同的外型來做推薦這樣 才不會都買到重複的包包 哦 就是如果你今天每個品牌都要來一顆的話 就算今天你照著我們這個清單買下來 也不會覺得說 欸 你這個品牌跟這個品牌的包包長得很像 對 完全不會 它都是針對每個品牌不同的特色 我們去做推薦 好啦 大家記得 影片開始之前 要怎麼樣 訂閱我們的頻道 訂閱下去 記得每週三 每週日都有新影片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開始囉 GOGOGO 我覺得今天推薦的包包很棒的地方也是 這些款式是比較不會退流行的 所以呢 買了真的不太會後悔喔 好 那第一個推薦的就是Prada 那Prada最著名的就是它的尼龍嘛 所以這款包包就是我們要推薦的 是它的腋下包 Hobobel 而且其實這兩年非常流行腋下包 我個人覺得腋下包真的很實拿耶 而且它是尼龍的關係 所以基本上包包也非常的輕 然後它有出非常多顏色 可以讓你去配你的衣服之外呢 它裡面的容量包括化妝包什麼手機什麼都可以放進去 然後它的價位大概在哪裡 價位是每年都在調漲啦 那現在的價位大概是3萬多塊 感覺它快破4萬 快4萬塊了 而且我跟你講更棒的地方是 因為Hobobel這個款式呢 它其實已經出來很久了 但是其實到現在你去櫃上買 款式都大增小了 所以如果你去二手精品店找到二手的款式 跟現在的款式精品上看不太出來 沒錯 完全不會退流行 那它的尺寸呢 大概是在22公分乘上17公分乘上6公分 它就是一個小而美的尺寸 所以如果今天呢 你要入門Prada這個品牌的話 非常建議第一顆包包呢 真的是可以買這一顆包包 因為它使用性也是蠻高的 對 而且外面不退流行 那第二個品牌我們來到了是 Loyce Vuitton就是LB 因為我從大學開始就自己打工 想要買精品 很多人的第一個精品 然後都會想到LB 對 我的第一顆的LB包包呢 就是LB的Speedy 也是我們今天要推薦的這款包包 Speedy 但因為我這款是很久以前的年名款 一個限量款 所以它上面會有這些塗鴉 那如果你不是年名款 它就認真就是上面就是 基本的Monogram而已 那它的設計年份呢可以推到1930年設計出來 30年就有這顆包包喔 現在是2023年 快100年了 所以到時候它可能100週年就會有特別的設計 我覺得會 我覺得LB 它的Monogram系列的包包 我覺得很棒的地方是 它其實就是萬年不變 然後更棒的地方是 之前它剛買的它是那種米白色的 它會慢慢變成 越用越的味道 其實它越用就是越漂亮 而且它重點是這個中間的反布面 真的就是越用越好看 而且你也不用怕髒什麼之類的 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耐用 那Speedy這款包包為什麼我們推薦呢 第一個它是從歷史將近已經有100年了 快要一包 那再來就是它當初呢 是為了快速出門 然後跟旅行所推出的一個 所以它的容量可以方向蠻多東西的 那它最近又有推出背帶 以前沒有背帶的時候 對它有推出背帶款 我覺得個子比較小的人 可以考慮Speedy的25公分 它主要是25公分乘上19公分 然後乘上15公分 價位呢大概在47000元左右 雖然跟我們以前比起來真的是太過了 以前大概多少兩萬多塊 對大概一兩萬而已 但47000 目前的精品市場來說 其實還算是合理的價格 再來就是它有一個尺寸 是跟我這裡一樣大 是30公分 那我拿給大家看一下 25跟30是最熱門 30公分大概拿起來是這樣的大小 然後30公分的尺寸是30×21×17公分 那它的價位大概在49000元左右 所以也是5萬塊以下 那基本上呢跟大家講一下 如果你今天去國外 其實LV在法國的價錢呢 會比台灣平均非常多 大概我記得好像有7折嗎 沒有到7折 大概8折 有退稅的話 對就是LV的價格是漂亮的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可以出國收買 或是腳代購 應該價位也會比較便宜 腳代購的購買 它的價錢是比台灣地價便宜 對 它可能把它的代購費加上去之後 還是有利潤 所以它就會比較便宜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乳缸木門的話 我真的是 我人生第一顆包包也是LV 很推薦這個 那接下來的品牌是 Goya 來到了Goya 真的厲害耶 對 然後 我拿去第二倍鍍膜的包包也拿回來了 終於你可以背了 對 我一直在想說 你趕快包包也有用啦 這樣子 好 終於可以拿來背了 我今天這個穿搭超搭的耶 Goya就是法國非常知名的包包品牌 最經典的就是這個托特包 它非常的輕巧 對我覺得 最早沒有負擔 而且好大 為什麼這麼大 它有分大尺寸嗎 對 這個是大尺寸 剛好2023嘛 大包包又回來了 剛好這個大尺寸 非常的適合 很OK耶 而且它極度輕到不行 非常輕 所以我會覺得這個當隨身包 非常好用 像這個包包它是反部材質 它其實現場還有一個是 皮革的 皮革的就比較貴 就比較貴 然後稍微比較重一點點 如果你要講究輕巧 又單價比較低的話 你可以買反部材質的 然後尺寸有兩個比較 德門的尺寸 就是PM跟GM 那PM的尺寸是28x15公分 x34公分 然後這個尺寸是34x20公分 乘以40公分 那價位大概在哪裡啊 價位因為之前台灣有 可是現在台灣沒有 對 所以PM如果代購價的話 大概5萬多塊 然後GM大概就6萬多塊這樣 哦 所以這價位也是算合理的金品包啦 也是算蠻好入手 而且很經典 接下來就是GUJI GUJI很可惜 就是換了新的設計師 對 然後這款包包就是由 那個設計師所設計出來的 麻膜包 那比較特別就是 包含它的GUJI的LOGO 以前是這樣 好像上下顛倒吧 然後這次是兩個重複的G 而且這款包包 它就是 設計成各種不同樣的 設計這樣 也是很多人 買GUJI包 入選的首選 它的尺寸也是非常多 那推薦小型的尺寸 小型的尺寸是25公分 乘以45公分 乘以7公分 那它的價位大概是7-8萬 我們已經5萬塊到7-8萬了 慢慢慢慢往上 像這種包包 其實10萬 你可以說算還蠻不錯的 那會推薦MONOGRAM嗎 就是經典的GGG那個老花的 我覺得MONOGRAM已經 最近已經買LV了 GUJI的就是 可以考慮一下 說的也是 LV配 它經典老花是真的最好看 但是 像是GUJI跟DIOR 我們都有其他的選擇 所以我會覺得 老花我們可以放在LV 那GUJI我們就可以選擇這一款 GG的麻膜包系列囉 接下來要分享的品牌 就是質感品牌 NORIBE這個牌的 它的皮革也是很多人 都還蠻推薦的 雖然我們好像沒有入手對不對 好 OK就是推薦這一款 LV的PIN圖包 那它比較特別的是 它是現在最有名的創意總監 Jonathan Anderson 他上任所設計出來的第一款包包 而且它每年都在推出新的顏色啊 非常的生活這樣 而且這包包感覺容量非常的巨大 我覺得它是一個上班族 然後今天你想要一款包包可以背很久 然後Logo不要太大 不要太大 而且又有造型感 對這一款包包就非常非常的適合 小號的尺寸是24公分 乘以16.5 乘以10.5公分 然後售價已經破10萬了 對是11萬 就是如果你今天要入手一款LV包包的話 這一款包包真的是最推薦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推薦一支推出的這種包包的話 基本上你在在售市場 它價錢不會差太多 對 而且這一款包包的形狀跟之前推薦的形狀也比較不同 之前是比較偏扁的 然後這個比較偏有一點方形的感覺 人妝的東西也是耐妝的 容量很大 對接下來就越來越貴了 對 好 上菜 上菜 這個就是經典的Lady Dior代飛包 然後它是於1995年所推出的 就推出了這款包包 那這款包包它其實非常經典 它是一個方形的輪廓 然後它上面就是有它們非常經典的 很邊紋在這個包包上面 然後這款也有背帶嘛 是可以背的 這款有背帶 我那時候其實很久以前就知道這款包包 但我一支都不買 後來是它一支出到它有背帶 然後又可以加那個徽章 我才買的 其實你看它的皮革選用的是小羊皮 但是非常的好 到那麼久都還沒有什麼凹陷 這包包買很久了 它非常的新之外 我每個圓圓的地方都是膨的 對 所以它的手工衣真的非常的厲害 真的 它的包包沒有壞掉 真的是很精緻 然後這款是比較適合洋裝的風格 對 所以我平常是比較少拿這一款包包 那其實Lady Dior這個 出了非常多尺寸 還有很多顏色 所以我會覺得 如果你今天是要第一顆Dior包包的話 不管是什麼尺寸的 一定要入手這個型的 是一定要有 那目前Lady Dior的中號的尺寸是 24公分乘上20 乘上11公分 價位已經來到了18萬囉 我們記得我們當初買是10萬出嘛 對10萬出 我們是在意大利買的 然後呢 小尺寸到20公分乘上17公分乘上9公分 它的價位是16萬5000元 所以它價位已經破15萬囉 對 下一個就是 艾瑪士 艾瑪士其實大家就是都會問說 如果只能買一顆包包的話 BKC 因為我們要推薦的是BKC 原因是因為BKC就是最經典的 對最經典 而且它的保值啊 在售市場價格都是蠻不錯的 BKC 你會推薦哪一顆 那BKC真的很難去決定哪一款 但是我必須要說現在Kelley 跟國晶的價位都漲得太高了 我們以前買包包的時候 30萬 就覺得已經是天價 然後現在呢 這個包包已經漲到7、80萬 更難入手了 但是 我會覺得裡面的Constant 還是可以入手 那我其實之前有一個桃紅色的 Mini Constant 但是我後來比較常用的是這個黑金 反而是這個黑金的 就是Vintage 古董包包 那如果是全金的Constant 目前在售市場大概多少 40、50嗎 我們那時候有查過大概40幾萬 Constant的價格 並沒有像國晶或者是Kelley 被炒得這麼的誇張 那我們這個只要推薦是入手自己去買 對 我們推薦的是你自己去買的 所以 如果你今天不是愛馬仕馬場的一個場客的話 你是比較難從專櫃去包包出來 所以說 你一定是找代購嘛 或者是像我一樣 可能是找一些二手的啊 或是怎麼樣 那這時候 你可以考慮Constant 因為我會覺得 第一個它的實用性很高之外 它的價位也沒有這麼的可怕 對 像它的古董的Constant 大概就是十幾萬 那如果是古董的Broadjean 或是Kelley 也是要三十幾萬對不對 沒有 很怪 如果三十幾萬早就買了 除非是顏色比較醜的 很醜的 極醜 醜到爆炒 我是說古董的喔 對 我們那時候其實照片了 日本跟大阪所有的 這二手的 古董的Kelley好像很少對不對 古董的Kelley非常少 然後我們那時候看到價錢其實也很可怕 譬如說 我們想要的棕色也要五六十萬台幣 就是它價錢其實並不漂亮 記得看到一個很便宜的 好像二三十萬 結果是沒有背帶 我那時候差點又給它買下去 結果 我發現它缺零件 所以我就想說 蛤 結果沒有背帶就不要買這個東西 所以我後來就覺得 幸好我買的是黑金 就是它是非常耐用作 它的價格又便宜 Constant的設計年份 其實它是1959年所設計出來的 而且你看這個真的 它長得跟現在的包包一模一樣 跟新的沒什麼兩樣 對 那Constant的皮革比較多是 那個Apsant皮 就是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因為我有另外一個桃色包包是Apsant皮 我想要買 我想要買 大家趕快撕去我 對 艾瑪士我們推薦的話 就會推薦 Constant這一款 就像我現在背一背拿回去賣的話 其實價格也不會差於我之前買的價格 因為它的款式就是 都長這樣 然後你的顏色又是好賣的顏色的話 基本上真的不用怕點價 那最後一個品牌呢就是 Chanel Chanel又來啦 不用多說了 Shanghai 最推薦的就是 CF包 或者是另外一款包 是2.55包 但是我們會更推薦就是CF包 那其實我從以前開始就是 比較喜歡收集的也是CF的變形的包 對 那為什麼拿這個包包出來呢 因為我發現我經典的款式 竟然沒有 我有一個黃色的 黃色的而且是小羊皮 所以我很少拿它 我覺得要買還是要買荔枝紋 不管黑金或黑銀都好看 可是一定要荔枝紋 比較好保養 再來就是呢 這個尺寸其實是比較好的尺寸 只是因為我沒有經典版的 所以我就拿這個袋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其實CF很可愛的地方 之前那個老婆爺在世的時候 他其實每一季都會把這個CF包做一些不同的變化 像我這一季我忘記是哪一季 它上面有很多的小瓢蟲 這個大小 我沒有要賣我沒有要賣 欸裡面還有一支口紅耶 壞掉了 沒有沒有拿出來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它裡面是黑色 那其實經典款給大家看一下 經典款裡面應該是酒紅色的 這才是他們經典中的經典對 那這款首款包包是從1983年所設計出來 然後一開始老佛爺設計啊 它把它這個包包的命名叫11.12 後來再改成 好繞實喔 變成CF包 Clars Big 它的延伸就是從 CF最經典的2.55包 然後重新的把它設計過來 它的差異就在前面這個地方 前面LOGO嗎 對 像如果是CF包的話 它就是這個雙膝LOGO 那如果是2.55包的話 它就是一個方形的那個LOGO 然後尺寸我們要推薦的就是這個尺寸 是25.5公分的 但是這個size 然後又是荔枝紋 又是黑金的 我們現在香奈乃尊貴多少錢 香奈乃全金的定價 已經突破30萬大關了 哇 33萬 33萬啊 超級恐怖 所以如果香奈乃第一顆包包的話 我覺得真的大家就是 還是請買 麗芝紋 CF的包款 好 那以上就是我們所整理出 如果每一個品牌 你只能買一個包包的話 你會買哪一個包 雖然有些牌子也是蠻熱門 像SELINE啊 有的沒有 但是我沒有列一下 對為什麼 因為SELINE的話 它其實有分兩個時期 之前那個時期是比較極簡 然後現在是變成 Helie Selman這個時期 就是那個Casheman LOGO 那如果說Helie Selman 它沒有再待在SELINE的話 是不是之後 就不會再出這個包了 因為其實我們個人 比較想要推的是 Helie Selman 凱旋門的系列 我自己比較喜歡 對 但是因為它擔心的是 原本SELINE 就是非常非常極簡的 那其實Helie Selman 來了之後 之前極簡的包包 都沒有再出了對不對 還是有 少少的出吧 哪一款 就是那個 BOX 就是一個很簡單很素 然後就一個扣子 那一個 那可能我們就推薦那一款 對 因為那一款就是 你看它從這個時期 到這個時期 它都還是有 可是它的聲量 已經越來越低了 就沒有聲量 對 但是它就是不退流行 然後你害怕的是 如果今天這個設計師 下來的時候 凱旋門LOGO 會變成是絕版 對 就不會再出了 可是我覺得這個凱旋門 真的很好看 說不定不出之後 它反而變得 價錢會不會水漲超高 這也可以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然後還有BB 這個也沒有列進 因為BB有這個 款式太多了 它是沒有一個特別的經典 因為它像 之前流行的那個 編織 編織的 它其實最流行的是編織 對啊 但是編織是沒錯 是很流行 但是它也是這幾年 才又重新被炒起來 那它編織其實很經典 就是皮夾 皮夾就是很推薦 皮夾 你可以買皮夾 包包的話就覺得它比較 當季流行性 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們很多 當季比較流行性的 包包物 我們都沒有列入 今天的 聊這個東西 是因為我們會覺得 這些包包 可能在下一季 或者是未來五年之後 你再拿出去 大家就會發現 這是某一季 會有一種退流性的感覺 像BB之前 那個Judy包 現在還是很早人買 對啊 總之我們推薦這些 就是你買了 真的是不會後悔的包包 沒錯 那以上就給大家分享囉 如果你也有買過 你覺得不會後悔的包包 歡迎留言 讓我們知道 或是今天哪一款包包 你覺得非常生活呢 接下來一定要去購買 也歡迎留言 讓我們知道啦 如果喜歡我們金瓶單元 麻煩留言 給我們鼓勵 謝謝大家 留言就是我們最大的動力 其實是做出好影片 雷你們看 沒錯 好記得每週三 每週日都有新影片 然後記得 我吹咪的IG 我們現在有拍一些短影片 大家可以來看 我們追蹤起來 謝謝大家 我們每週三每週日見啦 掰掰 掰掰